張善政北區競選總部十三號正式成立 立委呂玉玲跟議員蘇嘉明等人陪同 但身為北區競選總部主委 萬美玲人卻缺席了 也讓內訌傳言 甚嚣成上 更傳出萬美玲 因為選政策略意見分歧 氣得怒退 賴得輔選群組 藍英在地人士透露 問題就出在黨中央 跟張善政進總資源沒有下放 讓明代在輔選上相當不滿 甚至連地方人力都遲遲找不齊 根據週刊報導 張善政競選總部組織圖 由前總統府執政吳伯雄 擔任民運主委 黨主席朱立倫 任榮譽主委 桃園在地 包括議長邱義盛 立委呂玉玲 魯明哲跟萬美玲等都有各自頭銜 跟負責區域 但復興大西巴德大園等區域 主委至今仍是催沒人 恐怕連帶讓張善政募款 跟著受到影響 主委主要的職者是統籌及統整 地方上選戰組織的工作 他現在的情況就凸顯他是空降 外來 非常尷尬的情形 藍營議員坦承被綠營挖不少牆角 資源相當不對等 而這恐怕也間接讓張善政 晶元受到牽制 張善政出了深陷研究報告 抄襲風波 現在還得面臨整合再度出現危機 沒人沒錢 不止張善政這場仗不好打 也讓朱立倫想奪回起家地 難上假難 新日黃大風 鄭凱中 團圍報導